蘇丹宏風波持續延燒 現在知名的拉麵店 他們所販售的辣椒粉也中標 以辣聞名的拉麵店 鬼金棒沒到誘餐時間都大排長龍 但這回蘇丹宏風波中店家沒躲過 就連正要排隊的民眾都有點卻步 他有一點疑慮吧 不知道該不該吃 我可能等一下Google一下吧 看一下大家怎麼說 不過也有剛從店內走出來 剛吃完拉麵的消費者 認為即使鬼金棒辣椒粉 遭驗出有問題 他們也覺得沒有大礙 吃起來沒有說不正常這樣 自來就是沒有 是不是現在就是 沒有到很嚴重的食安問題 我們周邊的商品都有了 對啊不只是拉麵啦 雞排那些都有啊 對啊就放寬心嘛 請問賣那個辣椒粉嗎 然後你要看一下我們本家 他有沒有在賣 就是他有時候賣完的話就 第一時間鬼金棒老闆 在臉書貼出貨單表示 去年重26包300克的一包 今年一開始爆發的時候 兩邊檢查都沒事 對客人覺得不好意思 之後會再多注意 也提醒消費者有購買 他們家的辣椒粉冷凍包 消息在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五號 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都可以私訊辦理退費 但無度有偶 六十九歲名廚阿基斯 先前推出個人品牌 雞食堂 在這波的蘇丹宏風波中 也被燒到 這款川味口水機 遭撿出含有蘇丹宏的蠟粉 十二號晚間 阿基斯也緊急發出聲明道歉 但五百二十八盒 也通通賣光光 已經沒有庫存 恐怕很多都已經吃下肚 三天宣傳蔡宇智 羅佩宇台北採訪報導